就業數據令人振奮 雖然失業率仍維持在7% 但數據顯示 更多的國民願意出來運工 新增的職位大部分是全職工作 過去12個月 全國一共增加了33萬6千個工作職位 其中大部分是全職工作 統計局說 2月份增加的工作大部分是科技領域和服務性行業 還有居住和飲食 公共行政及農業的增長也不錯 增加的工作職位主要來自安省 有35300份 而卑斯省就有19800份 至於就業情況最差的省份是灰省 2月份失去13100份工作